有傳媒報道 你這次可以確實一下 就是朱鎔基總理點名要你去做 是嗎 是,事實上是 這次在你的嘴巴裡說出來了 因為每個人都很猜 我在香港線監工作了10年 有點累,覺得想休息一下 想要不再做法律師或做其他事 但你也知道政府 香港證監會是政府委任 是 要提早告訴別人 第一,證監可以找人 亦有清晰的轉接,是嗎 我記得在2000年暑假 6月至6月 我公布了,說我不跟政府再續約 兩個星期內我就收到電話 我以為要去做庫問 是嗎 因為我之前,梁定邦也是這樣 是… 傳媒的朋友說 你沒聽清楚嗎 你知道我在說甚麼嗎 你在中下證監會的那幾年 是 有甚麼難忘的經歷 可以跟我們說說 如果最難忘的 應該是2002年 將大概六間公司退市 除牌 除牌 因為他們達不到那個要求 但你知道當時的企業 也是有地方政府支持的 所以我們要退市 就要地方政府配合 那麼周小書主席和我 跑了幾個地方 去跟當地的政府說 我們要將這些公司退市 希望你們配合 因為各種壓力 你要退市時就有人注資 又好像又回復 但其實公司本身是有問題的 那也要承受不少政治壓力 對,不過我們也是在工作 有些事情我們香港覺得很自然 譬如你申請上司 不需要來找副主席或任何企業 在內地一般的做法 是需要拜訪的 拜訪你… 我說這樣就很不願意 一天就不斷地跟我的秘書說 我說我覺得我不想… 因為如果真的見面 來者不拒 真是很不行,沒有時間工作 我說我不想見面 他說不太行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我說如果我不做、不見面 有甚麼後果 又說不出 又說不出 總之就是… 你得罪別人 對,那就得罪別人 我反正都不認識那些人 那就不要緊 我很早就做了那個先例 之後大家都接受 做到我其他同事 有些… 其他副主席說有些人來找他 我們香港來的同事說不行 即是不見面,不需要見面 其實是一個好事 所以中國的監盤就上軌道路 是…